要问哪位奥特曼技能多 那肯定当属新东方高师傅呀 正好今天高师傅又学会个新技能 那就是帮怪兽生宝宝 俗称杰生婆 哎不对 应该是杰生奥 这怪兽宝宝出生后 都得任高师傅做一副呀 这天一个神秘物体突然从天而降 卡在了地面之中 收到消息的防卫队赶到此地查看 原来是一头怪兽卡在了地底 在防卫队确认完这只怪兽没有危害后 便对其展开了施救 只见防卫队驾驶战机用绳索将怪兽绑住 接着再开足马力往天空飞去 可奈何怪兽实在卡得太紧 绳索又将怪兽勒得有点痛 几分钟后疼痛男人的怪兽开始手舞足蹈 还差点将防卫队战机摇坠机 看到这一幕呢 嘿嘿 武藏躲在了一旁笑了笑 随即掏出变身器变身高师傅 在高师傅打亮一番后 撸起袖子就上去开始拔萝卜 在高师傅一番操作后 怪兽很快便被拔了出来 可万万没想到啊 这头怪兽居然是个大肚子孕妇 被救的怪兽表示完谢意后便想离开此地 可看到这种情况的高师傅 怎能不缠合一下呢 一记催眠光线直接将怪兽催眠 为了得到最好的接生方案 武藏回到基地与众人商量起对策 毕竟对象是怪兽不是人类 难度肯定非常高 为此防卫队还特意请来了怪兽专家史川博士 在博士口中得知啊 这个怪兽名叫萨兰迦 而萨兰迦一族在很早以前就有在地球不暖的习惯 而他们选择的地方都会是大海中 因为在他们孵化时体温会持续上升 而大海中的水正好起到了降温的作用 如果无法让温度降下来 那么怪兽和体内的孩子都会死去 得到结论后防卫队立刻设定好最短路线将怪兽运送到大海中去 另一边看到萨兰迦从睡梦中醒来后 五藏即可用车载音响播放海浪的声音 以此来引诱他去海边 可就在半路上萨兰迦出现情况 体温开始急剧上升 没有办法防卫队只好发射降雨弹为其降温 就这样萨兰迦起身再次跟随五藏向大海前行 眼看即将抵达大海 可前方却突然出现一群人类 将他们前进路线堵住 哎呀高师傅里面的人类那是真勇啊 看到怪兽了都不跑 还要凑上去牌照写白 可这时萨兰迦的体温还在急剧飙升 没有办法五藏只好释放降温弹 再次为萨兰迦降温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围观群众居然放起了烟花 闻到烟火味后 萨兰迦立刻掉头改变了前进方向 而他现在前进的路线前方正是个巨大的瓦斯场 为了阻止萨兰迦继续前进 五藏立马掏出变身器 变身高师傅上前试图将其推走 呃这声音就跟烫猪皮一样吧 直见萨兰迦从口中喷出火球 朝眼前的高师傅射去 幸好高师傅学了几年太极啊 不然这集火球下去可不好受啊 低弹丸攻击后 高师傅即刻释放出冷冻喷雾 帮萨兰迦降温紧接着再释放出泡泡光线 将萨兰迦包围升上空中 最后也是成功到达大海 片刻功夫后 萨兰迦顺利完成生产 向高师傅表达谢意后 便带领着宝宝离开了地球 至此高师傅又多了一个新称呼 你觉得应该怎么叫呢 快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